Hello 大家好 那今天这个视频呢 是要跟你们分享我的空瓶剂 是一个超级无敌常的空瓶剂 我看至少已经有大概囤积了半年以上 大概四个月到半这样子 它们归类成卸妆、保养、彩妆等等 那这么多商品当中的彩妆是最少的 所以那个我应该会挪后到后面的部分才说 好 那我们就废话不多说 首先就先从保养品的部分开始吧 首先保养品呢 第一个我空瓶掉的是这个 这个是唐氏他们家的那个深层卸妆油 那这一款卸妆油呢 我是在台湾购买的 新加坡这个没有买 真的是非常非常可惜 这个是我目前用过卸妆油 这么多卸妆油之内呢 我个人是觉得最好用的一款 因为它不只可以把彩妆卸得非常非常干净 我觉得它的那个深层 洁净的那个功效也蛮好的 就是它好像是真的可以进入到你的毛孔 就是然后帮你做一个很深层的清理 然后把你的彩妆全部再卸掉 然后它这一款卸妆油呢 是要加水乳化的 然后乳化之后呢 我觉得它洗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的非常的舒服 没有任何刺激感 然后洗完之后呢 整个脸都非常的干净 然后也不紧绷 所以就用掉了一瓶了 然后非常可惜就是新加坡没有买 不然的话呢 我是肯定会再回过这一瓶的 接下来另外一款卸妆油呢 空瓶掉的是这一款专科的卸妆油 那这款卸妆油呢 我是第一次尝试 然后它是据说是 就是非常厚重跟防水的彩妆 它都可以卸得掉 但是其实这款卸妆油呢 我起初刚开始用的时候 我觉得它的卸妆功能好像还不错 就是好像卸得还蛮干净的 但是到后来呢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 我不知道是因为我的妆上了太厚 还是怎样 但是后来我用 到后来用的时候呢 洗完之后 我总觉得那个脸怪怪的 就是感觉好像 好像没有完全的卸干净 于是呢 我就拿了一个化妆棉 然后倒了一些卸妆水 卸妆水在上面 然后就往我的脸上一擦 天啊这一擦 原来我的脸上还有很多很多的粉底跟彩妆 所以也就是说 如果你上太厚的那个粉底呢 它或者是可能 或者也有可能是我没有乳化好啦 就是如果你上太厚的粉底呢 或者是你没有乳化好的话呢 它这一款呢是完全没有办法 就是卸得非常非常的干净 所以也有可能是我在用的时候没有好好的去乳化它 其实大家用卸妆的时候呢 一定要记住就是 在乳化的过程当中呢 一定要就是 弄久一点 不要一下子哦 感觉好像可以了 就直接把它冲掉 最好是乳化一点 这样子呢才可以把那个彩妆呢 卸得非常非常干净 至于会不会回购呢 这一款我看我暂时应该是不会回购啦 因为我同事也想试一下其他的这个牌子 另外一款卸妆产品呢是这个 这个是Biori他们家的一个卸妆胶 然后这一款卸妆胶呢 我是肯定不会再回购啦 因为这一款呢 我觉得它就是完全的 根本没有办法卸干净 再来它那个胶的质地呢 我觉得 我个人是觉得还挺能用的 就是你用了之后呢 然后你去用水把它冲掉 你的彩妆根本没有卸干净啊 就是 嗯 就是还有很多彩妆残留在你的脸上 然后它还据说是可以从 毛孔里面啊 深层解净什么 但是这个 我用了完全就是没有感觉也没有效果 所以这个肯定是 不会再回购了 好 然后卸妆产品呢 我最后还 空瓶的三瓶这个 美宝莲他们家的眼泽卸妆衣 这个是我一直常年有在 使用的根本购一款眼纯卸妆衣 也让我觉得它的卸妆能力非常好 非常的好用 用到一些 保养品的部分好了 好 保养品呢 首先就来说一下 化妆水好了 好 化妆水呢 首先我空瓶的是这个 这个是一个日本的品牌 叫HATOMU HATOMUGI Lotion 对 这个是它的 应该是它的品牌的名称吧 然后这一款呢 它是没有香料也没有色素 然后它的容量呢 是500ml这么大瓶 我个人觉得呢 它这个非常好用 就是你不只可以拿来当化妆水擦拭啊 你也可以拿它来 就是当做面膜一样来湿敷 然后这一款呢 我觉得它的TP值很高 因为它非常保湿 然后这个它的价格也不贵 非常非常便宜 完全就是开价的价格 所以呢 这个 但是 我之后可能会再回购啦 就是 就是拿它来当做一个化妆水 或者是拿来湿敷 我觉得湿敷 还蛮有感觉的 对 所以这个还挺好 有CP值很高 我之后可能应该会再回购 化妆水呢 刚刚空瓶的就是这一款 这一款是倩碧他们家的化妆水 然后这一款化妆水呢 我是第一次使用 对 这个是我第一瓶 倩碧家的商品 因为其实 我以前没有想过说 要用倩碧这个品牌 后来是看了梦木的视频 就有点种草 就决定去尝试他们家的化妆水 那这款化妆水呢 它是不含酒精的 那它其他系列的那些化妆水呢 有一些是含酒精的 所以如果你是对酒精过敏或敏感呢 在购买之前一定要先 问清楚 或者是在柜上试用之后 才决定下手 那这款化妆水呢 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因为我觉得它的那个 去老费角质的功能 非常好 非常厉害 就是你洗完脸之后啊 你把这个 倒在一些 倒在那个化妆棉 然后你这样 轻轻的就是 以一个方向之后 这样子去擦拭 然后擦完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脸非常干净 然后你在看那个化妆棉上面 它其实有很多那些 小小的那些 角质啊 跟污垢都残留在上面 所以有时候不要就是 一定的认为说 我洗完脸之后 我的脸就是一定干净的 其实不一定 好 然后再来这款化妆水呢 以价格来说 我觉得以一个专柜品牌 我觉得它的价格 其实并不是很贵 它的价格是新币39块 我个人是觉得还可以啦 就是没有说 特别特别贵 或者是特别便宜 就是大概是中等价位这样子 这一款呢 我之后如果 如果就是有经过他们家的专柜 肯定会再去试试看 或者是 会再回购 好 接下来呢 就来说一个保湿喷雾 就是这个 这个是雅样的 他们家的一个保湿喷雾 然后这个是大瓶装的是300ml 然后这款 这款保湿喷雾 我相信这个牌子大家也不陌生 它就是专门为敏感肌来使用的 那因为我是混油肌 但是会稍微偏一点敏感 所以呢 我最近在用的一些保湿喷雾 跟保养品 就是比较温和型的 像这种 这种类似的牌子 然后这款保湿喷雾 就是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 哎呦 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一个保湿喷雾 它的保湿功力 我觉得还算不错 对 然后就CP值也应该蛮高的 就是这么大瓶可以用蛮久的 说一下一个洗脸霜 好 首先空瓶的是这个 这个是unisfree他们家的那个火山泥的那个 cleansing foam 对 pore cleansing foam 那它这个火山泥的这个系列呢 主要是主打可以深层的洁净毛孔 然后就是 就是让你的毛孔比较干净啊这样子 然后这款 这个我其实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 我觉得unisfree他们家的商品啊就是 不管是在价格或者是他们家的那个商品的成分 我个人都觉得还挺好挺满意的 因为它的成分呢虽然是可能就是不是专门为敏感肌而设计 但是他们所用的一些成分啊我个人是觉得还算是蛮天然啦 就是如果你不是很敏感的那种皮肤的话 其实大致上呢我觉得大多数的皮肤都可以使用 然后呢这款cleansing foam我很喜欢是因为 我觉得就是洗完之后我的脸非常的干净 然后也不紧绷 再来是我觉得我的近看我的毛孔呢我觉得就是 比较细致然后也感觉会比较干净 所以我觉得它这个深层毛孔的这个洁净的这个功力 应该是有达到啦 但是这款呢我短期之内应该可能暂时不会回购 因为我还推了一款他们家的那个绿茶的洗面霜 所以我想先试试用 试看看用那一款 然后再来做个比较我比较喜欢哪一个这样子 来说一下面霜好了 那另外一个空瓶调的呢是这个Matchel Health他们家的 这个胶原蛋白的保湿面霜 这一款面霜我个人是觉得还还算不错啦 这个是它的瓶身啦 对就是还蛮大一瓶的 然后容量嘛 75ml这样子我个人是觉得 以一个一个韩系品牌来说我觉得还算OK 再来是 它里面已经空瓶了 再来就是它的质地 我觉得还算是蛮保湿啦 然后 就是涂完之后啊也没有说会感觉到特别特别的黏膩 然后大概就是这样子 但是如果你说 因为它有胶原蛋白 然后擦了会让皮肤膨起来 这一点我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强烈的感觉 我只是感觉到我的脸非常的 就是保湿度是一定在的 然后再来就是也不粘腻这样子 所以如果说要膨起来啊 什么有胶原蛋白什么 这个我倒是没有感觉到啦 这个暂时短期之内应该也不会回够了 好接下来呢也是一款 Etude House的商品是一款眼霜 然后空瓶掉的是这个 他们家的Honey Syrah的那个 i cream 这个Honey Syrah的系列呢 他们是主要是主打可以 就是滋润紧致啊 然后 对大概就是这样子 然后它里面的瓶身是长这样子的 就是 就是 我觉得以它的容量来说 我觉得倒是可以用蛮久啦 因为有28ml 对然后它里面就真的是空瓶了 然后这一款眼霜呢 以质地来说 我个人是 还蛮喜欢它的质地 很容易就是 就是在眼睛周围涂开啊 然后这样子按摩这样 但是因为我 怎么说我年纪也慢慢逐渐的变大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像这一种 比较 比较普通的这种眼霜啊 对我来说是 不怎么足够的 对就是可能有时候我还 因为我除了有黑眼圈的问题啊 我还有一些 细纹啊 跟一些 一些暗沉的那些部分 我想要对 就是对这下药的改善 它会不会就是长 就是让你 导致你长脂肪 你这一点我倒是没有 没有经历过啦 因为他们说有时候你擦太滋润的东西啊 尤其是在眼睛周围 就会很容易长一些脂肪力 这一点我倒是没有 没有就是经历过 所以我觉得应该还OK啦 但是这个 我应该是不会再回过了 因为对我来说 我觉得它的 它的紧致度啊 那些功效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感觉 好接下来另外一款面霜呢 是这个 这个是loreal他们家的美白面霜 就是white perfect clinical cream 然后这个是日霜 然后它是有spf19pa 两个加 它的包装就长这样子 这款面霜 坦白说 我当时用的时候呢 就是你擦在脸上呢 你当下 你这样子 镜子一看呢 你是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你的脸是变白了 但是我个人就没有 没有这个经验说 它的那个白的那个 那个功效是 就是长久的 所以对我来说是 当下之后 当下就是你擦的时候 它才会让你的脸变白 所以这一款 我个人就觉得好像 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那种就是 所谓的美白功效 因为它只是当下让你美白 也就是 不是长期使用 都就会让你皮肤变白那种 然后它再来呢 是它的质地 它的质地 是那种 就是cream的质地 就是 一般面霜的那种质地 然后我觉得就是 质地方面是还好 就是擦了 不会感觉很黏黏 或者是怎样的 但是美白功效 长期的美白功效 我个人是没有看到啦 当下的美白功效 我就有看到 但是 我觉得大家就是 用美白商品 就是想要看到一个 比较长期的效果 对吧 如果只是当下的感觉 那就肯定是没有效了 所以这个可能也 暂时不会回购啦 说一下面膜好了 好面膜 那首先 就是用完的是这一个 这个是我的美意日记的 白珍珠面膜 然后 呃 其实我的美意日记的面膜 我个人是非常非常喜欢 对 我很喜欢用他们家的面膜 然后 呃 不管是什么样的系列啊 保湿啊 呃 就是美白啊 什么我都用过 我都很喜欢用 但是我不知道 为什么最近我去Walsons逛的时候呢 呃 他们这一款就是 算是原装的这个包装呢 我一直都找不到 然后这个它里面呢 是有10片的面膜 但是我去最近去Walsons啊 都找不到这个原装的这个包装 呃 他们还是有卖 呃 就是他们家的面膜 但是就是比较 呃 可能是比较不 不一样类型的啊 或者是比较新的 像有些里面呢 只是有7片 然后有些是5片这样子 那因为我个人就 呃 比较喜欢CP值高一点的东西 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一盒10片 呃 倒是可以用蛮久的 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我很喜欢他们家面膜的那个 呃 面膜的指定 我觉得敷在脸上非常的舒服 然后再来是他们家面膜的检查呢 我觉得也非常的 呃 符合我的脸型啦 呃 至于是不是符合每个东方人的脸型呢 这一点我就不敢确定 因为有些人的脸型可能会比较宽 然后有些可能会比较 呃 脸型比较小一点 但是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他的面膜的剪裁呢 我个人很喜欢 因为我觉得非常的 呃 非常的贴合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呃 他每一片里面的面膜呢 那个精华呢 超级无敌多 所以呃 我用完之后呢 嗯 我就很喜欢把那个精华就是 呃 按摩进我的皮肤里 然后我就觉得我的脸很保湿 那呃 至于有没有美白效果呢 呃 呃 这一点我个人是觉得 与其说是美白 我个人比较是觉得说是我的肤色有 稍微提亮了一点 就是比较呃 没有那么的暗沉 对 然后至于会不会就是完全的 让你的肤色白一号啊 或者是白两号 这一点我倒是没有经历过啦 但是我个人还是非常非常喜欢他们家的面膜 呃 尤其是这款原装的 所以这个我之后可能会呃 呃 再尝试回去Watson's找 如果找不到的话呢 我可能就没办法之好 尝试一下他们家 别的系列的面膜好了 到面膜的部分呢 呃 首先就是 呃 用掉了一款这个 也是呃 珍珠面膜 然后这个是A2Health他们家的 那这一款面膜呢 呃 我个人是觉得还好啦 其实呃 用了就也没有什么 特别的感觉 也没有说是哇 用完之后 就是你的脸啊 很白啊 很嫩啊 呃 或是干嘛这样子 但是我觉得A2Health他们家的 面膜的那个 那个薄度 我个人也是还蛮喜欢的 就是 他不是那种很厚的那种 呃 那种厚度 他这一款呢 是0.2mm 呃 这么薄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还蛮 呃 还蛮 贴合我的皮肤 再来也是他的面膜的剪裁 呃 我觉得他的整个大小 都对我来说是刚刚好的 对 然后这个其实不是买的啦 这个是之前去他们家买的 买一些彩妆 然后他送了一个证品 所以我就 就试了一下 那接下来呢 面膜呢 我还 呃 用掉了三包这个 这个Lululun他们家的面膜 然后Lululun呢 是一个日本品牌 呃 他们是今年 今年才刚刚登入新加坡的 那请出呢是在一个 呃 日本的那个 雜货店嘛 叫Toyuhens 有售卖 然后呃 但是现在呢 你去Watsons啊 哪里 或者是Guardian 都已经有他们的冬季了 对 然后他们的面膜呢 有分 呃 有分大包装跟小包装 那我用掉的这个是 呃 小包装的 然后他这个是 呃 7 days 就是呃 让你用使用一个星期的那个量 所以他里面一共有7片 然后他再来呢 另外一款包装呢 是可以让你足够用一个月的 大概是有29或30片吧 我也不是很确定 但是他的包装就是比较大 是那个四方的那个 呃 那个包装 我相信你们去Watsons看 就应该会看得到 好 然后再来呢 就是呃 呃 我用掉的这一款呢 这个银色包装的 我没记错的话 应该是美白系列 呃 然后对 呃 其实我个人 并不是特别喜欢日本的面膜 对 以前有用过一些日本的一些开架的面膜 但是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用 直到我遇到了鲁鲁鱼这一款面膜 那起初呢 鲁鲁鱼还没有进来新加坡之前呢 我是看 我是看牛牛讲的视频 因为他居住在日本嘛 所以他一定会买到这个 然后我就有呃 看他一些视频啊 然后他都有推荐这款面膜 说非常好用 然后当时我就想 哎呀天哪 但是好用 但是新加坡都买不到嘛 然后没想到后来就呃 就是进入了新加坡 所以我就呃 买这个就是小包装的来尝试 呃 没想到用了之后呢 就是 它让我对日本的面膜呢 就是完全彻底的改观 呃 呃 因为以前我所用的日本面膜都是 呃 不是那个厚度太厚啦 不然就是剪裁不符合啦 再来就是 它里面的那个面膜没有 就是很干 没有那个保湿精华啦 但是这一款它完全不会 首先呢 我觉得它的厚度是 对我来说是刚刚好 呃 不会太厚 但是也不会太薄 再来呢 是它的那个面膜的那个剪裁 呃 我觉得以日本面膜来说 呃 这个是我用过所有那么多当中呢 就是 剪裁最符合脸型的 对 最最符合我的脸型啦 但是 呃 别的就是东方人的朋友 会不会符合他们的脸型 这个我就不确定 但是对我来说呢 我觉得它的脸型非常的贴合 对 它的剪裁非常的贴合 然后用完之后呢 它的精华液不会说特别特别多 但也不会说那种很少 少到这个面膜很干的那种 我觉得它的精华液 每一片的精华液呢 是刚刚好的 呃 然后对 然后就是用完之后呢 大概10到15分钟 我觉得 我可以感觉到我的脸 有那个 呃 保湿度的存在 呃 然后还会剩下一点点精华 在脸上 我就会轻轻的把它按摩到皮肤里 所以这款面膜我个人是 呃 还蛮喜欢的 其中一个 这个日本的看一下面膜 这个就是他们家的 呃 应该是他们家的美白系列 然后再来呢 粉红色这个呢 是 应该是保湿系列吧 就是比较像是一般的那个保湿 对 然后再来呢 就是 呃 蓝色这个 这个应该是他们家的就是 呃 深层保湿的那一款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对应该是这样子 那这款面膜我 呃 像我虽然说的 我觉得 我对他的印象很好 对 因为呃 我个人没有很喜欢日本的面膜 呃 但是这一款他完全让我改款了 所以这个我是肯定会再回购的 对 然后好像已经 对我前阵子已经买了一包啦 但是是呃 另外一个系列 那个是比较是 就是紧致跟提拉的一个抗老系列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防晒 好 防晒首先空掉的是这个 这个是他们呃 Sunplay他们家的一个Aqua Rich的 Skin Aqua的防晒 然后他是SPA50PA4个加 那这款防晒呢 他的质地呢 是UV Watering Gel 是一个比较是呃 凝胶的一个质地啦 呃 这款我觉得他的那个质地有一点黏 对稍微有一点黏 然后呃 至于会不会好涂开呢 我个人是觉得 还好 就是没有像Biori他们家的那款 呃 那个系列就是比较容易涂开 特别的好处就是 他是脸部跟身体可以使用的 对 然后除此之外 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然后这款我应该以后不会再 不会再可以购了 好 接下来呢 另外一款防晒呢 就是呃 Biori他们家的UV Aqua Rich 的防晒 然后他这一款呢 是SPA50PA三个加 然后他这个呢 只可以给脸部专用 因为他其实是一个有呃 润色效果的一个 一款防晒啦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好像也真的是完全没有 他就是好像BB霜这样子 然后这款我个人非常喜欢用 因为像呃 有时候我想去一家附近 就是比如说只是吃个饭 或者是呃 买一些东西这样子 我不想擦 我不想擦 我不想擦这么厚的底妆 但是我又不想完全素颜 然后如果我只是用普通的防晒呢 他是没有润色效果的 所以呃 这个我个人很喜欢 因为他具有防晒跟 UV霜的那种润色效果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就是 对我来说是两全其美啦 就是呃 我可以只是单插这个 然后就这样子出门了 就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快速这样的 所以这个我是肯定 肯定会再去回购的 保养品的部分呢 说完了 呃 那我们来说一下一些 呃就是 法品类的东西吧 好 那首先呢 这个空瓶的是这个干洗法 然后这个是Baptiste他们家的一款干洗法 然后他这个香味呢 是樱桃香味的 呃 那其实坦白说 我个人很少用干洗法 因为我的头皮 不是属于油性的头皮 干洗法呢 呃其实比较 我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比较适合 像是呃 油性头皮的朋友 因为他喷在你的 呃就是头发根部啊 他会让你的呃 呃头发看起来比较清爽 然后比较蓬松这样子 然后这一款呢 对 然后我用下来 我唯一喜欢 就是他的香味啦 对 然后他的香味很很香很甜 但是呃 呃短期之内 可能应该暂时不会回购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一款呃 头发专用的 保湿喷雾吧 就是DC他们家的这一款 然后这个呢 是他们家的一个补充妆 对 然后他的原装呢 是在一个 那种喷的那种瓶子里面 然后这个呢 他是 他的味道 是一个水果香味吧 对 然后这一款呢 呃 对我来说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用的 因为像有时候 我早上起来啊 我的头发很乱 或者是因为吹了 一个晚上的冷气 有时候头发的毛囊会 呃稍微比较干燥 然后我就有时候会 喜欢用呃 呃 就是喷一下我的头发 然后再 把我头发梳整齐这样子 然后就是也给 同时也算是给头发做一个 呃 做一个保湿的一个过程这样子 呃 这一款呢 呃 对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啊 虽然我是 就是 因为我是短发 但是有时候头发还是 呃 会挺干的 所以呃 有时候还想就是给头发 进行一些保湿这样子 然后这一款呢 呃 我之后应该可能会再去回购 因为我觉得它还蛮好用的 好接下来呢 就是一款 呃 这个怎么说 这个是头发的那个 头发护理吧 对 然后是这个牌子的 呃 奥宝的一分钟 烤油 对 呃 奥宝这个品牌呢 是 应该是台湾的品牌 因为这个我是在台湾买的 呃 目前我新加坡 还没有看过这个牌子 那这个 呃 这个奥宝的这个 护发 护发束呢 我个人是觉得 我个人觉得还好欸 就是就是 以质地来说 它跟conditioner 没有太大的分别 然后再来呢 就是 呃 当一分钟过后 你把它清洗掉 你的头发的确 会变得蛮顺滑的 对 这一点我倒是 倒是有感觉 呃 但是 因为这个品牌 新加坡没有 所以这个我 要回购也没有办法了 所以只好 空瓶掉这一支 好 接下来呢 头发呢 还空瓶掉了一个是 Hair Cologne 对 就是这个 这个是Posay的一个牌子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 就是让就是喷在你头发 然后它变得比较香啊 这样 这样 像有时候你去一些地方 吃一下BBQ 或者是烧烤啊 或者是很油烟的地方 你不要那个味道就是残留在你的头发 你就可以喷一层这个 对 然后它就是一个 玫瑰花的一个香味啦 然后它的 对它的功效就是这样 就是让你头发变香 所以这个也不会再很够了 好 接下来呢 就是一款法拉 然后我用掉的是 这个 青色的 就是Gatsby他们家的这个法拉 然后这一款法拉呢 它的质地是那种比较 Rubber的质地 就是 就是你抹一点点 然后在你的手掌心这样子抹开 然后再这样子去 去style你的头发 然后这一款法拉 我个人是还蛮喜欢的 其实他们这个Gatsby呢 是比较专门设计给男性用的 然后它的另外一款 另外一个品牌呢 就是 Rucido Rucido是比较专门设计给女性用的 因为这个都是日本品牌 Rucido家的那些法拉 以前我也用过 但是 自从我剪了短头发之后呢 我个人是在 就是在使用Rucido家的法拉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效果 或者是感觉 就是我用他们家的法拉来style我的头发 然后 结果还是好像 不知道为什么 不知道是因为质地还是怎样 就是style不出我要的那个sting 但是自从我用了Gatsby他们家的法拉 我觉得 就是在style头发的时候呢 我个人就很快 可以很快速的就这样子 不到一分钟就style好了 所以我还蛮喜欢他们家的这个法拉 然后 它有很多不同的系列 就是 比如说你有一些比较super hard的 然后有些比较natural的 然后有些是你要做那种 就是比较 比较mat的那种 它也有 所以就很多不同的系列 那 他们家几乎每一款的系列呢 这个我都还蛮喜欢的 所以这个Gatsby呢是我肯定会一直 长期回购的一款法拉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说一下身体的保养 身体保养呢 首先是 空掉了这一瓶 这一瓶是 Vaseline他们家的那个body lotion 然后就是我之前 以前的一些视频当中有介绍过 我长期 算是长期非常爱用的一款body lotion 因为我觉得Vaseline他们家的这个 这个body lotion的质地呢 我个人很喜欢 它擦完之后完全不黏腻 然后再来是呢 我觉得它真的有让肤色变比较均匀 至于有没有变白 我个人是觉得有特别强烈的感觉 但是肤色均匀 我是肯定会看到的 然后再来就是呢 它有这个anti aging的这个benefit 就是可以抗老这样子 对然后呢 所以我个人就很喜欢 然后它这个是十合一的功效 肯定会再去回购的 然后现在用的是一些其他的品牌 但是用完之后呢 这个我是肯定肯定会再去回购 因为除了质地之外呢 我还特别喜欢他们家的这款的那个香味 我觉得它的味道很香 但是不是那种很呛鼻的那种香 然后让你很就是或者是很甜的那种 它是那种清清淡淡的那种香味 然后就是闻起来非常非常的舒服 好接下来呢 另外一款身体保养呢 是Nivea的这个body conditioner 这一款conditioner呢 它是专门给干性皮肤使用 然后里面呢是有almond oil 但是我必须坦白说 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雷瓶 对终于说到一个雷瓶 它的质地非常的 呃太过的丝滑 对丝滑到就是我用完 那它的用法呢 首先是你呃就是身体护浴乳 就是洗完之后呢 你在你的身体涂上一层这个 然后大概呃就是等一下子 然后再把它冲掉 呃我个人是觉得它的质地太过丝滑 就是湿滑到你冲掉之后呢 你会感觉好像你的身体就是 没有冲干净的那种感觉 呃我个人很不喜欢这样子的感觉啦 然后我就觉得好像 诶好像是不是真的是没有冲干净啊 或是干嘛 然后它这个呃用完之后 我也没有说感觉皮肤特别的滋润啊 或保湿或是干嘛 就是就是有一种滑滑 但是对我来说是感觉是好像冲不干净的那种感觉 所以这个我是肯定不会再回购 那接下来呢呃就说到彩妆的部分 好彩妆呢呃其实是蛮少的啦 就是呃因为大家都知道彩妆呃就是可以用的比较久一点 好那首先用掉呢第一个是一个眉笔 然后这个是loreal他们家的那个2in1的眉笔 呃就是自从我发现它之后呢 那种非常非常喜欢他们家的这一款眉笔 呃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很方便 因为它有一头呢这个是呃旋转眉笔 然后它是那种点平的那种 所以我很对我来说我很喜欢这一种 因为我觉得在描绘眉毛的时候非常的容易 然后再来呢它的中间呢是眉粉 对看到吗它中间是眉粉这样子 然后呢另外一头呢就是一个呃就是一个眉刷 就是你可以这样子来刷你的眉毛 呃这个我觉得很好用是 因为我觉得在描绘的时候呢 它的它的那个笔呢非常的顺滑 然后很容易去描绘那个眉毛的线条 然后再来是我个人是觉得很方便 呃就是尤其是你出国啊 你只要带一支眉笔这样子就出国 你不用带眉刷啊你也不用带眉粉 因为它已经有了就是3in1 对我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这个是呃我已经就是前阵子买了一支来混货 所以这个是肯定会呃一直不断持续的回购 下来呢是一款眼线胶笔 然后用掉的是Maybelline的这个极细眼线胶笔 然后这个眼线胶笔呢呃我个人也是很喜欢 然后因为主要是它的那个笔头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细 像他说的XXS就是ExtraExtra Small 呃我觉得是拿来呃描绘内眼线非常的好画 呃至于画就是上眼皮的那个眼线啊 我个人是觉得如果你只是画一个非常非常细致的眼线 呃就应该还蛮容易 但是如果你是要画那种很厚很粗的那种猫眼啊 我个人就可能比较不推荐 至于会不会 会不会防水防晕啊这个问题呢 呃坦白说我用它来画内眼线这么久 呃目前为止啦 目前是没有碰过呃就是呃它有晕软啊 或者是怎么样的这回事 然后呃至于会不会防水呢 这个我倒还没有试过 但是呃抗晕软这个是肯定有的 因为我把它画在我的内眼线嘛 然后内眼线有我们的内眼线呢 有时候会有一些呃油脂或是水的分泌 所以你在扎眼睛的时候它很容易沾到下面 呃这一点我倒是没有碰过 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碰过 所以我相信它应该是抗晕软的 但是这个呢呃至于这个问题 我觉得要因人而异 因为每个人的呃眼睛不同 就是那个眼睛的肤质也不同 呃所以如果你是如果你是 呃眼皮特别油的话呢 或者是怎样你可能用 就是可能会特别晕啊 但是因为我的眼皮是不油的 所以我在用的时候呢 我就没有这方面的问题 接下来呢彩妆还用掉了 呃memberling的这个 这个橡皮擦的这个concealer 然后这个橡皮擦的concealer呢 我用的色号是 呃light pale 我不知道你们能看得到吗 light pale 就是一个比较呃 也也不是说深的颜色啦 就是大概是一个中间的颜色 比较稍微偏白一点 然后我觉得它拿来修饰黑眼 觉得还蛮有效的 对然后就是前阵子 还真的还蛮喜欢用 再来呢就是它的这个头啊 它这个头是这样子一个海绵的 所以你这样子在沾的时候呢 呃还蛮容易沾的 那它唯一的缺点呢就是 呃它很容易把那个盖子啊弄脏 还有它的旁边这边看到吗 它这边很容易弄脏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大缺点啦 就是可能有时候放在化妆包 会不小心弄脏这样子 但除此之外呢我觉得它的质地啊 跟遮黑眼圈的效果都还蛮好的 呃至于会不会回购呢 我可能会先考虑 呃因为想尝试一下别家的那个concealer 对然后但是它这个遮瑕还不错 接下来彩妆呢我还空掉了 呃两款VA的这个气垫粉底的这个 refill 好首先呢是这个颜色是light 对然后light是呃应该是比较白的 它另外一个这个是fair 它后面粘着这个东西我没有办法拔掉啦 但它后面这个这个颜色是fair 然后它的它这一款它他们家这一款气垫啊 它的light跟fair我每一次都搞错 因为呃我个人是用比较偏 比较喜欢用偏白的那个颜色 然后我每次买的时候呢 我就很容易搞错以为fair是最白的 但其实好像light才是最白的 呃light是比较比较偏就是最白的那个颜色啦 就是我比较适合我肤色的 然后fair呢我看一下 对fair就是比较偏比较偏暗一点的那个 对所以我每次有所以我现在在尝试的搞清楚那个色好 所以这样子我去买的时候呢我才不会去混乱或是干嘛 所以我每次都要记着我用我我用的色号是light 对然后CA他们家这一款气垫呢 唉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呃这一款气垫我之前的视频也有推荐过 就是呃我觉得它的质地还很好对 然后再来就是呢就是保湿度我觉得也还蛮不错的 然后再来就是我喜欢它擦在脸上之后呢 然后过了一阵子稍微出点油的时候 那个奶油肌的那个妆感 对听起来很快 但是我就是喜欢当时的那种妆感 就是很奶油肌的感觉 所以这一款气垫呢呃我个人是很喜欢啦 然后再来就是价格也不贵 CP值也蛮高的 所以这个我是肯定会 呃一直在回购的一个气垫分比 那呃我们接下来就来说一下一些呃 保健吧 保健跟一些 打七杂八的东西 对就是呃我不知道怎么归类啦 可能可以说是呃美 保养工具或者是美妆工具这样子 所以呃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那呃保健 设计保健的部分呢 首先呢第一个空瓶的是 Frankel他们家的这个 呃Vitamin B群 那这个B群呢是我前几个月买的 然后它的这个B群呢是每天要吃两颗 对可能就是早晚一颗这样子 也不知道为什么包装你 好那呃B群呢它主要就是说如果你想要 呃皮肤看起来比较健康 然后再来它就是可以增强你的身体的免疫力 然后就是维持你的那个肝脏的那个健康这样子 那呃B群他们家的这些保养品呢 其实呃在很多年以前啊 我就有接触过了 然后呃我觉得他们家的保养品 呃就是这个保健品呢 呃都还蛮不错的 然后它的那颗那那种那个药啊 那个size呢也不会说特别大 所以说如果你是一个很怕吃药丸的人 不用害怕 因为它这一款呢它是蛮 算是蛮小颗 所以你在吞的时候非常容易吞 呃然后对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Vitamin B群这种 Vitamin B群这种东西啊 还有Vitamin C啊什么之类的 我觉得就是不只是每个女生嘛 我觉得可能每个人就是 如果你想要呃比较健康一点的话呢 都可以尽量的尝试去摄取多一点 呃B群跟Vitamin C 因为Vitamin C除了美白呢 它也是呃有增强身体免疫力的一个功效这样子 然后再来B群呢就是呃就是可以保持呃 保持你的肝脏啊 然后就是也是增强你身体的免疫力这样子 然后这个呢呃 它里面有30克 然后呃 大概是一个月的份量吧 它这边有写 对它就是30 大概30克就是大概一个月的份量 所以呃就是可能一 就是一天呢吃两克这样子 然后这个我之后呢 肯定应该会再去回购 对他们他们家的东西都是添加的 就是呃没有添加任何怪怪的成分啊 或是怎样 对方向他们家的东西我都觉得还不错 对所以这个可能以后 所以这个可能以后 会再去入购或者是 可能会去吃一下他们其他的Vitamin C啊 或者是怎样 好接下来呢另外一个保健品呢就是 呃欧比斯他们家的这一罐 这个普洱茶 那欧比斯他们家这个普洱茶呢是 我最近发现的一个呃 一个很好喝的一个饮料 就是一个好物这样子 那呃我个人是比较喜欢喝茶的 坦白说呃我比较少喝咖啡 我会比较喜欢喝茶 然后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就是呃 很比较容易帮助消化 然后再来就是可能有时候你知道一些很油腻 或者是呃很甜的一些食品啊 你喝喝几口茶呢 它会比较可以帮助就是淡化那个油腻感 呃反而如果你喝咖啡的话呢 再加上油腻的食物 有时候我我我个人呢会觉得就是有点作闷 挺恶心的那种感觉 那呃呃其实我对中国茶呢 并不是并不是特别的喜欢 因为以前呢我尝试过铁观音啊 呃菊花跟普洱 那我个人是觉得就是喝了之后那个味道很色 呃我不喜欢那种色色的味道 虽然我很喜欢喝茶 但是我不喜欢喝那种呃喝完之后色色的那种茶 所以呃我一下来很抗拒像铁观音啊 普洱啊菊花这种茶类的这些这些茶啦 然后嗯普洱这个OBIS上面加的普洱呢 就完全让我改观 它是我喝过普洱茶当中最最不色 然后最顺滑顺口的一款普洱茶 对然后它这个呢是叫成香普洱茶 然后据贵姐告诉我啦 他们这款普洱茶呢所用的那个茶柚啊 那个就是比较是比较年轻就是比较羊的那种茶 就是那个sprout这样子 我不知道中文要怎么解释 嗯就是对然后它这个是羊 tea sprout 就是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到吗 对它的那个sprout呢是用那种比较嫩比较年轻的那种那种sprout 来去呃配置这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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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普洱茶啦 然后所以它喝起来呢不像是那种呃用那种呃很很很 比较呃比较年轻比较大的那种sprout去呃就是去煮这样子 它这一款呢因为它用的sprout很黏很嫩 对所以它就是呃做完之后呢它喝下去它不会有色色的感觉 然后再来呢就是它的普洱的味道我觉得很香 对它它的香但又不是那种特别浓的那种 是对我来说它的味道是刚刚好的 它呃里面有15包 对15包然后它你可以就是呃一天一天喝一包这样子 然后它这一款呢就是可以帮助你呃就是比如说你吃很油蜜的东西 它可以帮你就是吸取那些那些油脂 然后再来呢如果你是想要呃就是控制你的体重啊你的饮食这样子呢 它也可以做得到 对这样子然后这个已经是我的第一好像是第二包或第三包 对我我前阵子呃好像多就又回购了一包 对呃就是可能在之后的八月购物分享会会说到对我已经回购了一包 然后这个是对所以我很喜欢他们家的这款普洱茶 就是呃我喝过的茶当中国茶当中啦就是最不会色然后最顺滑顺口的一款 对所以这个我很喜欢 接下来对杂七杂八的东西 那首先呢就来说一下这个Pretty White的漱口剂好了 然后这个漱口剂也是我现在算是长期呃长期在使用的一款漱口剂啦就是我觉得它的还蛮还蛮厉害的就是如果说你呃可能稍微牙齿啊或者是牙齦有些不舒服啊 你你只要开始竖这个然后它就可以帮助你舒缓那种疼痛啊或者不舒服这样子 但是我还是建议如果说你们的那个痛啊是呃比较剧烈的那种痛呢 我个人还是建议你们去看呃压衣会比较好 呃然后它再来就是可以防止口臭啊这样子 所以这个很喜欢就是常年在用的一款漱口剂 好接下来呢就是呃用掉的一款大创的这个洗粉铺的这个这个清洁液 然后这个呢是呃就是常年爱用 算是常年爱用啦 然后就是清洁粉铺非常好用 呃我暂时不会买 因为我的我的那个抽屉已经囤了好几瓶还没用 有些是新的还没有开来用 所以这个暂时不会买因为我加害对 好接下来呢就是一些眼药水 好首先呢呃就是一款这个叫Alcon的Tierce Natural眼药水 那这款眼药水呢它是主要就是可以给干燥疲倦的眼睛用 呃但是坦白说我用了之后 我觉得还好就是 没有什么感觉啦 然后就是呃也没有觉得说眼睛有特别的保湿啊 或者是整个就是很普通的一款眼药水 这个我不会再没够 然后再来呢是呃这个乐盾的眼药水 所以是长这样子 呃乐盾这个牌子呢我前之前去台湾 台湾的药妆点很多不同的 然后都是这样子这个四方的形状 然后这个乐盾的眼药水啊 嗯坦白说我个人也觉得还好 对我来说呃 呃我的眼睛是完美的眼睛就是我没有戴隐形眼睛跟没有那些什么 reading glasses之类的 我这个眼睛完全是A造型用的 然后呢呃但是我因为每天睡冷气房 然后有时候只要上起床啊那个眼睛会呃会感觉比较干比较色 然后有时候对电脑久了一整天下来眼睛也会很疲倦 所以有时候呢我一天大概可以滴个一到两次的眼药水 但是乐盾这个品这个牌子啊呃我用了之后坦白说我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呃我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前阵子之前去台湾买的那些眼药水 我用了之后还觉得挺就是挺好用的 但是然后因为这一款的我是在新加坡买的 然后这个价格我记得好像也不便宜 然后但是用了就是没有什么感觉啦 所以这个呃怎么说应该暂时就是可能不会回购这样 因为用了没有感觉嘛 对然后呢最后一个就是OPREX它们加眼药水 这个我用了之后就有很就是蛮强的感觉 然后它这个是给干燥的眼睛用就是for dry eyes 然后呃像我刚说了我就是每天睡冷气房 然后早上起来我都会喜欢滴一点眼药水 然后这款眼药水我滴了之后呢我可以瞬间感觉到我的眼睛呃变得很保湿 然后呃滴滴了之后呢眼睛会变得稍微比较明亮一点点 然后就主要就是很保湿啦 对然后呃所以我自从用了OPREX这个牌子我就爱上啦 所以呃就是一直不断的长期的有在回购 接下来呢是呃两款Colgate的就是这个Colgate的颜膏 然后碰掉了两条 然后Colgate的颜膏就是算是一个长年回购的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就是每天都要用的一个东西 呃再来呢就是用掉了一包这个MUJI的这个包装我还流色 我竟然还流色 对然后就是呃空掉了一包这个MUJI的海绵 对然后这个这个海绵呢它是呃之前好像在网络上还蛮多人 还蛮红的这个Colgate的那个海绵这样子 但是它这一包呃不便宜要薪币8块9 然后因为对我来说海绵是一个算是一个消耗品啦 所以呃如果用太贵的话我我会觉得有点心疼啦 然后这个就是但是它就是那么大一包 然后每每一片那个海绵呢都是100%的那个Colgate做的 对然后它呃你可以拿来用就是搭配化妆锤使用 或者是拿来使用但是呃 呃当时我买的纯粹是因为它当时在网络上 还蛮多人就是推荐啊说MUJI有什么好料的东西啊 这个是一定是其中这个是其中一个必买的商品 这样子所以我当时就是看着新鲜去买来试试 买一包来试试看啦 然后呃但是这个我应该不会再很够了 因为呃第一价格是蛮贵的以海绵来说 然后再来呢就是呃我觉得就是对我来说我差了之后 我不喜欢那种海绵就是会残留一些那个海绵吃在脸上 我觉得很不舒服这样子 所以这个我应该不会再回购 再来呢就是呃用掉了大创的海绵 对就是这一盒然后我用掉了三盒 对就是三盒海绵 然后呢呃大创他们的加的海绵就是我个人会比较喜欢用的 因为呃我觉得就是便宜又好用啦 然后就是他每次呃这样这样子呢他们算 他们这样两盒呢算一包 然后这样子呢两盒才心地良快 非常便宜就是实用实用又便宜这样子 然后接下来呢想跟你们呃说一下一些雷雷品 对我来说是雷品对 好那呃首先呢就是这一个嗯韩系的这个 洗发这个检布这个uu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呃阳他们家的这个呃 抗脱发的这个ony發露这样子 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家的这个护发素 这个完全完全是一个雷拼 对那因为我呢是 虽然是短头发 但是我也会有掉头发的现象 对应该是年纪大了 所以会有掉头发的现象 所以当时我就想说 应该找一款就是看脱发的洗发水这样子 然后这个呢坦白说 我是当时看小米的视频 种草然后就决定买的 但是买了之后使用了之后呢 天啊他完全没有帮我抗脱发 这个这个这个润这个东西 他反正我用了他之后呢 我每次洗头我反正觉得我头发掉更多 对他就是 完全没有帮助到抗脱发 然后再来就是 他的这个treatment啊 就是护发素 我觉得用了之后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 然后因为他主要功效就是抗脱发嘛 但是我用了之后我反而掉更多头发 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 就是每次洗完头之后我头发 怎么掉更多这样子 所以这个 好接下来呢就是一个脸部的磨砂膏 就是这个这个是DHC他们家的脸部磨砂膏 那这个脸部磨砂膏呢我用完之后呢 我只可以用一个字来形容 就是痛痛痛痛非常非常的痛 他的那个磨砂膏啊是很粗糙的那种 我每次在用它的时候呢我就感觉好像在用磨砂膏来磨我的脸一样 非常非常的痛 然后再来就是 我觉得它那个去脚脂啊那个功效 我完全完全的看不到 DHC是一个日本品牌 然后我当时会买它的原因是因为 也就是因为它是一个日本品牌 所以我就想说 日本品牌的东西应该插不到哪里去 但是没想到日本品牌都有礼品耶 用完之后除了痛之外 我没有别的字可以形容 它里面的颗粒啊 我相信如果你就是拿去microscope镜看的话呢 它的那个每一个颗粒应该是有不同的斜切的角度 所以那种颗粒啊 在你脸沙磨的时候呢 它会让你有那种很痛的感觉 这个我真的是超级超级不喜欢 呃我比较喜欢那种温和 但是有趣角质的那种磨砂膏 但是这个 真的超级无敌不行的 它就是用完之后就真的很痛啊 然后不要说用在脸啦 我后来尝之后拿去就是当身体磨砂膏 我用在身体我都感觉痛耶 所以可想而知我用它来磨脸的话呢 我的脸真的是痛到不行 所以如果你是敏感肌或者是你的皮肤是属于很薄的那种 千万千万不要买这个DHC的磨砂膏 超级难用 真的非常痛 真的是一个超级大雷瓶 这个我是肯定以后不会再回购了 这样雷瓶呢 呃就是这个脸部的cleansing foam 这个呢也是一个日系品牌 但是我不确定它的日系名称叫什么 当初呢会买它的原因是因为这个 对因为颜值的关系 因为是Hallu TT的关系 然后这一款呢 当时它又有做促销跟特费价 就是买两只好像很便宜这样子 然后还送一个起泡了 呃这个是我用过最没有感觉的一款cleansing foam 它这个香味呢是一个柚子的香味 闻的时候呢 我觉得它的柚子的味道 呃我个人是不喜欢啦 我觉得没有说 呃特别的很清新的那种味道 我反而是觉得那种 呃感觉好像很假的那种柚子的味 然后再来呢 呃我用的时候呢 我就只是感觉说我在用肥皂来洗面 然后用完之后 皮肤虽然不紧绷 但是也没有任何的特别的效果 也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是一个雷品啦 如果说就是它不适合我的皮肤 然后真的是用了之后没有什么感觉 然后这个我是肯定不会再回购了 然后我还有一瓶那个绿茶香味的这个 然后我送了好多软后 对然后就是不会再回购了 然后至于那个绿茶那瓶啊 我应该会送人吧 可能送给我姐或是送给我妈 有看什么 但是这个我是肯定不会再回购了 因为这个真的是用过最没有感觉的 很幸福 好了 以上呢 就是我这一次的大概撑了半年的一个空瓶季 那希望你们喜欢这支视频 如果喜欢这支视频的话呢 请记得帮我按一个喜欢 然后在下面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你们有任何的留言啊 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